来的话,就是当这个数字,前面的数字就不要显示 后面的数字,那还有我需要知道什么呢 这个月份呢,它最大的这一天是哪一天 比如说二月,我怎么知道是28天还是25天 或者这个月份是30天还是31天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要怎么去判断 我想各位先把这个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分别来利用几个方法来完成这一题 第一个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做 第二个的话,甚至我们可以来写一点程式来做这些动作 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也开启这个档案 在书上面的这个Shop07的这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好像已经帮我们先预先做好了 这些资料 那看一下,应该从这个范例 它这个是渐进的 那请把这个这个档案先打开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可以做出类似像这样 最后做完,这上面可以让我们选取哪一个年份 然后月份 那这个底下会自动产生一个万年利 这个万年利部分的话呢 就比照这个正确的时间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后面我会再增加一个 等于书上没有讲到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写有利BA程式 那程式也是直接按一下万年利之后 这个部分呢可以自动产生万年利 这个部分是用程式的方式来转型的 好,那讲这个之前 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请各位看一下第14 十四支事页 这边有个叫建立九九成法表 好,那前面我们有讲过那个九九成法表的范例 那这一题也是类似啊 只是说这一题是在W1 所以请各位开启那个第七章的范例 那第七章的范例 如果说我今天要建立一个九九成法表 我们之前的范例是 是建立一个新的工作表 应该还记得吧 那这边一到九嘛 就从这边一到九 然后一个横向的一个纵向的 然后让这个地方的产生九九成法表 不过这一题的话 跟上次那一题不太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不是利用那个纵向的很像 就是纵向很像的方式 而是怎么样 而是直接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 我们之前做的是这样 然后今天这一题呢 不需要用锁定的方式 因为上次这一题是用锁定的方式来做的 应该还有影响吧 那这一题的话呢 是用Column跟Row的方式来做 那所谓Column跟Row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呢 要怎么样产生 像这样的一个表格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书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第十四支事页 它主要就是在A1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先插入一个函数 这边会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是Column Column 那Column的部分的话 参考 参考部分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 Column现在 因为我现在的坐标 特别注意 我前面讲过 Column这个函数呢 它取得的是哪一个栏 哪一栏 所以它不管说你在哪一栏 它只管你在哪一栏 那再来的话 后面如果把它相乘 乘上哪一个呢 乘上列 列的话直接打上去 或者你直接在后面 插入函数这边也可以 然后第二次使用函数 你可以从这边加 然后呢 我需要用到的是Raw